七月十五 中原普渡 这里有很多食物啊 好香哦 有猪肉 有羊肉 还有鱼 海鲜 什么都有 这让鬼朋友好开心的美食盛宴 让所有参与戏剧导览的观赏者 体会中原季背后的人文精神 套过这场导览 那我更认识中原季 将中原季文化向下扎根 文官局特别推出别开身面的亲子特展 贵朋友杜中原 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 了解中原季的各项重要科医 希望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其实用针对儿童的视角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可以用比较简单明了的内容 然后带领本市的儿童们 可以来了解中原季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那希望能够传递悲贴敏人跟不外普世的一个精神 这个特展汇聚了基隆文化界前辈的智慧结晶 同时也集结了在地青年的创意能量 四百多件由五间学校的校学生创作的米雕作品 展现了基隆人共同传承的文化底蕴 这样传承中原季的精神 还有中原季的一些工艺 那像看作米雕就是在中原季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 让学生来参与 最重要的是知道 让他知道中原季是怎么来的 然后需要 为什么要有看作米雕 由基隆在地年轻人组成的基隆怪奇团队 策划这一档有互动 有知识 亲子事宜的展览 其中的导览戏剧活动 带大家亲自走一趟 十五道科医流程 那我们想要试着以招待鬼朋友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原季 基隆中原季它有十五个季 可以让他们认识这些季 然后知道每一个季它的由来 然后我们自己在认识基隆中原季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这其实是我们基隆很自豪的事情 你看一百七十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在持续发生 每一年都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只是为了想要招待这些鬼朋友 所以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珍贵 也很自豪的一个节气 凝聚基隆各界共事 携手合作的特战让观者动容 我觉得这个展览可以让我们基隆市的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来认识一下中原季 那些科医到底在玩什么 然后有很多具体的像是我们摆来普度的东西 到底是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摆这样子 让我们可以亲近说 其实我们可以感恩过去 曾经在这片土地贡献的人 展现这座城市传承的共荣精神 这一档充满基隆特色的亲子特展 即日起在基隆美术馆 一直展到8月29号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贵朋友渡中原 透过游戏与互动 感受一百七十年基隆中原季的文化魂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relationship 结束 我